Hello 大家好 我是Jimmy 我是Alan 所謂錯要站定 打要什麼 錯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Jimmy 我是Alan 所謂錯就要認 打就要站定 嘩 什麼事這麼嚴重 又要認錯又要認 很嚴肅 很害怕 因為我們犯了錯誤 多得一位網友跟我們講 事源就是我們上次講 關於開銀行戶口的資料 是 他就留言告訴我 在澳洲我們的稅務編頭叫TFN Tax File Number 而不是TIN 不過我們想突然提醒我 我想我們有些事說錯了 搞錯了 就不是搞錯了TFN和TIN 其實呢 那個銀行 我們看到現在的網頁 的確叫你帶TIN 什麼叫TIN和TFN呢 請解釋 TFN就是澳洲政府的Tax File Number 就是用來負責你的稅務資料 而TIN呢 就是澳洲政府廣義 講所有其他海外國家地區 你們因應著你的國家地區 需要報稅的個人編號 香港來講那個就叫做稅務編號 香港叫做稅務編號 他不懂什麼叫做稅務編號 所以他就 亦都不同國家 他們那個叫法不同 所以它是一個廣義的Number 這個叫法就叫做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而我們呢 就是 守文之五 就認錯了那個是一個Tax File Number 所以我們 又沒有去心教 就說 就說說了 作為一個Tax Information 但其實呢 就很實在 因為你去 初來報到 怎麼會有Tax File Number 是啊 不過這樣啊 是真的喔 你後補 你都要後補Tax File Number 這個是真的 但是你去Active那張卡的時候 其實你要帶的就是TIN 我們現在在這裡澄清一次 你要帶什麼呢 第一 人 第二 就是你的護照 第三 TIN 那我要帶什麼 證明我的TIN呢 那就是看回你是一個香港人的話 你就要帶香港 最近一張 對 最近一張稅單 沒錯啦 就是稅單 那你的稅單右上角 就是有你的稅務編號 是 沒錯啦 記著就是帶這幾樣東西去 就可以Active 到你的卡 是啊 好啦 那今天這條片就是簡單 就是Say a Sorry 對不起 澄清一下 那關於TFN 就是澳洲的稅務那裡 我們遲下會開一條片 再講怎樣申請的了 沒錯 其實事實上 TFN和TIN 是真的有互聯關係的 那我們那條片就會講了 好 到時再解釋再講 下條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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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